《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 为什么叫大雄宝殿? 大家都晓得 大雄宝殿是我们佛门寺庙里面 主要的核心的殿堂 大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英雄 为什么称佛是大英雄呢? 这就是在佛门的眼里 在佛教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佛教认为只有佛才算是宇宙时空当中的最大的英雄 佛以外的其他的英雄 尤其是世俗的英雄 都只能叫中英雄 小英雄 不能叫大英雄 要理解这个意思呢 我们这个地方引用一首古人的诗 折国江山入战土 声明合计乐乔书 劝君莫话封侯应 一见成名万古枯 这首诗非常好导 所以这里不用来揉顺了解释 大家一看就导 这首诗其实就告诉我们 世间上这些英雄是有很大的水分的 我们且不说真正的英雄 还有很多 虚吹出来的 尾造出来的 捏造编造出来的 甚至把一些坏蛋都说成英雄 对吧 那么坏蛋啊 这些我们不去说他 就算是正面形象上来说 这些英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把自己的烦恼 习气 火气 贪嗔痴 这些心情 尽情的宣泄和发泄的到别人的身上去 前面那首诗已经说了嘛 出将入巷的人 都叫做一将成名万古枯 你想想看 把自己的习气 烦恼 这些火气成天的这些言语 动作行为 宣泄到别人身上去 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并不难 而要反攻自信 把所有的这些 责备别人 敲打别人 甚至鞭策别人 痛斥别人 这些都用来对付自己 这才是最难的 反省自己 这个洗刷自己 这个忏悔自己 这个忏悔自己 把自己这些种种毛病洗去 把它忏悔干净 洗干净 然后 做真正的大慈悲 大容纳 大的这种包容和体量 做到这个份上 才是让一切众生值得折腰顶礼的英雄 所以佛陀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做到了 所以他值得我们折腰顶礼 也因为是如此 他被称为大英雄 而云护其识 这就是大寻宝殿这个称为的来历 神经病 神经病